来到树林与英哥寻访自然景点 环保公园的木星寺是晨婚假日的最佳踏青地点 然后走访丘陵上的百年大龙树 于一座居民信仰的归行时 随后来到英哥老街 不经意遇见泳泉旁西伊达上 深入探索百年老店 老店的古物建筑 行走的昏黄长囊 或是旺墙的不规则橙色 都述说着不枉的历史 欢迎一起来迷近草路探索吧 今天来到新北的英哥来探索一些景点 又跟我的好朋友民雄一起来 挥挥挥手吧 这边是树林的环保公园 那我今天把车子停在树林的环保公园 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我第一个目标 是哪里呢 在这个环保公园旁边这棵大龙树 就有一个水池 它的名称叫做木星池 小黑 打盹的小黑 慵懒的小黑 那现在我沿着木星池旁边的自行车道 走一圈 绕一下它整个周围 木星池旁边的火车正好经过 很有特色的小草 这个木星池呢 它周遭的大树比较少 只有刚刚那棵大龙树 还有几棵大龙树 还有几棵杏道树 那其他的周围它的遮阴比较少 所以如果要来走这里的话 可以利用清晨或者是黄昏的时候 这里就是木星池最佳拍照点 走到这个角度我突然了解 木星池它是利用视觉叉 才看得出来这个角度最像爱心喔 如果从空拍的话反而不像 木星池在刚刚的角度呢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从视觉叉地面的视觉叉 可以看得到那个角度就很像一个爱心的形状 反而是从空拍的角度是看不出来的 从空拍的角度反而这个木星池比较像是一个弹吉他的peak那种形状 从空拍的角度反而这个木星池比较像是一个弹吉他的peak那种形状 最明显的标志 那如果从别的地方走过来 就要以这棵大龙树为主要的识别的坐标 探索完木星池之后 准备前往下的景点 现在我准备去树林区一棵百年老龙树 那我先把车停在这里 现在我来到英科区的一棵百年老龙树 旁边的观景平台 从这里可以看到英哥三峡一带的平原 从吃豆花的地方往前走 这是老龙树 百年大龙树 这就是百年大龙树 那它的树干的分支已经非常多 而且弯弯曲曲的 那有的已经垂到里面上来了 那衍生非常多的气根 这石头上面长了很多富士菊 大龙树旁边有一条登山步道 就是福岩山登山步道 离开百年大龙树 继续往下一个景点 现在我来到第三个地方是 英哥的壁龙共 这是它正前方步道前面的一座凉亭 走上去看看 好 看了凉亭到了 凉亭走过来呢 这前面还有一条小路 可以通到山下去 那从树林的缝隙中 看出去也可以看到山下的山谷 还有一些道路 这是位于他庙前正前方的一条步道 这是位于他庙前正前方的一条步道 这个阶梯也可以看到一个3D的地景艺术 在壁龙宫前面这个道路上有一块神龟齿 那这是在民国32年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有发现有一块这个形状很像一只乌龟的岩石 那后来被认为这是有一个神明神灵所显化的 所以附近的民众也会来膜拜它 那前面这块是乌龟的头 那这整个乌龟的身体 还有它的背部 长得真的蛮像的 神龟齿 毕龙宫又称为龟宫庙 那这个庙的起源是因为在民国32年 那发现这棵树下有一个八卦图文的龟形石 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十块是多年修炼得到的神灵所显化的 后来民众纷纷地来膜拜它 然后把它当作神龟齿 成为天歌地理的指标 现在我从英哥陶瓷老街第二停车场 往下走到尖山路 准备去拜访一间豆皮老店 百年的豆皮老店 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很少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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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